主持人宣布,陈丽君身体不舒服,在得票很高情况下没有参加竞技比赛,但可以直接优先解锁下一场直播比赛。 第二场直播赛的时间是6月24日号,从现有的情况来看,这应该是一场表演赛。 没有什么成绩的影响,因为这一场直播时间是周一下午,既不是晚上还是工作日,观看的人数肯定不多。 表演赛就是纯姐姐们的粉丝福利时间,只不过是以直播的形式直接呈现给观众。 第二场直播表演赛有两种阵型,一个是纯vocal直播,一个是纯唱跳直播。 vocal直播是每一组都会派一个,这个组是决赛的四个小组,每一组派一位姐姐进行vocal呈现。 那如果按照第一场直播的主持人报的成立军的规则,他应该是可以优先选择的,所以他可以选择一个vocal直播的权利。 但如果第一场直播,他没有解锁这个优先权,按照他的个人元气,他依旧可以在第二场直播选择vocal直播。 所以第一场遗留的权利,看起来就显得有微鸡肋。 那vocal直播的人选方案也有了,流星组可能是流星上,也有可能给法国姐姐或者谢金燕姐姐一个机会。 七位组,七位翻车过,和杰翻车过,这次应该会给萨丁顶呈现一个vocal秀。 陈浩宇组,陈浩宇的舞台已经很多了,尚文杰上一次第一。 有网友曝光说,会给予一个优先直播的福利,具体会不会给到尚文杰? 还是给颜亚维,还是给珍妮可,这一组实力者太多,不好判断。 陈浩宇组,除了陈浩宇,就只能给寒雪。 但陈浩宇会有优先解锁的权力,所以他如果选择了vocal直播,那这一组就是陈浩宇。 剩下的姐姐们参加第二周舞台形式是唱跳直播,大概就是一个团秀的形式,也有可能是直播个人solo舞蹈。 具体形式,还是得节目播出,才能知晓。 这种直播更加适合舞蹈功底强的姐姐,像是尚文杰,袁亚维,大鼎鼎这种传歌手。 还是呈现vocal与观众而言,更是一种福音。 说这一场是直播赛,有点不符合,可以说这是一场20位姐姐的直播秀。 将会给陈峰2024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 你们最期待哪位姐姐的直播秀呢? 在这个激烈的竞赛舞台上,两位乐剧演员陈丽金和陈浩宇的命定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折。 一个从万众瞩目的主角沦为了配角。 另一个则从默默无闻中崛起,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样的变化? 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? 这个问题或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个人性格特点。 我们先来看看陈丽金的遭遇。 作为这一届创造营的金字招牌,他一开始可以说是占尽了先机。 他出色的专业技能、广泛的人气以及对于乐剧事业的助力, 让他成为各个队长针相拉拢的香波波。 然而,随着比赛的进行,情况开始发生变化。 在二宫、三宫的表演中,陈丽金开始露出破绽, 无法完美地胜任队长的重任。 无论是高难度的舞蹈动作,还是超出他擅长范畴的合唱。 陈丽金都显得力不从心。 渐渐地,他从最耀眼的主角沦为了各队伍真强的配角。 最终被迫加入和解的队伍,成为一名普通的队员。 这种逆转并非毫无根由。 细细观察,不难发现陈丽金的性格特点与他的遭遇存在密切联系。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集体制度下的乐剧演员, 陈丽金习惯了服从和妥协。 他缺乏主动拒绝的勇气, 即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难以展现应有的负信。 相比之下,陈浩宇则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。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透明, 他逐渐成长为备受信念的队长。 在各种困境面前, 他都能果断地做出明智的决策, 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保护和照顾队友。 正是这种坚韧与责任心, 让陈浩宇从一个普通队员变成了团队的中流砥柱。 这其中的差异或许与两人的性格与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联。 陈立军长期生活在集体环境中, 习惯了服从和妥协, 难以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。 而陈浩宇则展现出了更强大的个性特质, 他敢于直面困境并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。 或许正是这种差异, 成就了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。 这一对比也让我不禁思考,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塑造一个人的命运? 是性格还是环境? 亦或是两者的复杂交织? 柳言存说, 性决定命运。 这句话或许给出了一些启示,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, 拥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点。 而这些特点往往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, 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结果。 当然, 环境因素也不如呼视它同样塑造了我们的性格, 并对我们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。 所以, 在看待陈立军和陈浩宇的命运差异时, 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一个因素。 相反, 我们需要全面地考虑个人特质与外部环境的复杂交织。 只有通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,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性的奥秘并洞见命运的规律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潜力, 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和实现它们。 对于陈立军来说, 也许他需要更多地相信自己, 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。 而对于陈浩宇而言, 他则需要继续保持这种责任心和勇气, 在未来的路上为自己和团队创造更大的成就。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真正发掘每个人内在的光芒, 让他们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耀眼的光彩。 和解, 陈立军和契微的表现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, 他们也获得了较多的镜头时间。 然而, 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 柳妍竟然在陈浩宇面前扮演了一次反派角色。 尽管如此, 柳妍的表情却流露出了一丝苦涩。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?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 姐姐们进行了第五轮舞台公演的小考。 总体而言, 三个团队的表现都相当不错。 然而, 陈浩宇团队的表现最为出色。 当节目组宣布陈浩宇团队在小考中获得第一名时, 华妮达忍不住表示, 自己在之前的四次小考中从未失利每次都是第一。 他坚信这并非硬气使然, 而是真实实力的体现。 在陈浩宇团队赢得首名之后, 他们被授予了参与赖子秀的资格。 鉴于陈峰2024将在第五轮舞台公演后迎来最终的总决赛, 团队成员们对这次机会倍加珍视。 陈浩宇十分尊重团队中每位姐姐的个人选择, 鼓励他们提出各自希望演唱的歌曲。 谢金燕、万妮达、孙夏琳和珍妮可都纷纷表达了自己想唱的歌曲的愿望。 当姐姐们纷纷表达出想要演唱自己偏爱的歌曲时, 这个难题便落在了陈浩宇的肩上。 作为队长, 她需要迅速做出决策。 然而,在陈浩宇还未有机会发表意见之前, 柳妍突然插话道, 我也很想唱柳妍的这番话让一些姐姐忍不住轻笑起来。 柳妍看到姐姐们笑容满面, 随即补充道, 正是如此, 你们的笑容已经说明了问题。 正因为我不是主唱, 我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。 在整个季度的演出中, 我几乎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登台的机会。 说过这个舞台仅仅是为了展现梦想, 我会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。 但现实是, 这里还涉及到舞台表现的竞争在深思熟虑之后, 陈浩宇决定对那位尚未发表意见的姐姐进行投票。 结果使得万妮达赢得了演出的机会。 节目初期播出时, 多数观众并未留心柳妍的发言。 然而事实上, 柳妍是选择了扮演反派角色来支持陈浩宇。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, 柳妍展现了极高的情商。 她首先主动提出, 自己也渴望拥有表演的机会, 但随后巧妙地转变了话题。 指出不能仅仅因为想要展示就盲目争取机会, 这样会牵涉到成分值的问题。 因此, 只有真正有把握的人才能去尝试。 在柳妍的这番表述中, 她恰好为陈浩宇提供了思考的空间, 有效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。 不得不说, 柳妍的行为确实体现了她的意气和智慧。 柳妍参加《乘风2024》的录制展现出了她的真诚。 她能够加入这个节目的背后离不开粉丝们的支持。 然而, 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, 柳妍曾发行过单曲《孙上香》。 这意味着她实际上也是一名歌手。 尽管大家的笑声让柳妍感到有些难过, 但在弹幕中, 我们可以看到有观众提到了孙上香。 在观赏本季节目的过程中, 我们可以观察到柳妍无疑是最为透彻的姐姐。 在第二轮的舞台公演排名揭晓时, 柳妍意外获得了第三名。 她显得有些困惑, 并表示, 我没有粉丝在场当上文杰和和杰因和声问题产生分歧时, 柳妍正坐在和杰旁边。 由于在本期节目播出之前, 柳妍已经知晓即将发生的情况, 所以在节目还未播放时, 她便主动发文, 面带微笑, 心却宽广, 尽管当时许多人对她的话感到困惑。 但随着节目的播出, 网友们迅速理解了她的意思。 在尚文杰选择不与和杰进行交流的时候, 柳妍巧妙地指出了和杰的性格问题。 对此, 尚文杰机智地利用父亲这一话题来打破沉默, 有效地缓解了她们之间的紧张关系。 当陈立军庆祝生日之际, 柳妍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, 她直接赠送了具有保质功能的礼物。 这种以真诚换取真心的做法, 无意让每个人都渴望与她成为朋友。 在节目的第四轮公演中, 柳妍排名第11位, 显示出她的排名有所下滑。 尽管她能够顺利进入最终的比赛阶段, 但她是否能够成功加入团队还是个未知数。 观众朋友们, 在观看节目时, 你们是否注意到了柳妍那些令人感到温暖的小动作呢? 温暖的小动作?